天父上帝 求祢能够与我们同在 我们相信 唯独祢的道会带给我们 此举心的火热和感动 今天包括祢的孩子在内 我们愿意恭敬在祢面前说 主啊 请说 仆人们敬听 主啊 请说 仆人们敬听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会与大家讲哈盖书 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根据 依据我们的灵修的 所以哈盖书只有两章 所以我们今天哈盖书 就是世经讲到只有一篇信息 就是今天与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哈盖是被掳之后的第一个先知 不过在圣经里面 他的生品的资料却很少 一般的学者认为哈盖应该是祭司当中的一位 他在巴比伦出生 后来回归到耶路撒冷 他看到了圣殿的重建 我们现在说一下当时的背景 在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的时候 犹太国呢 比巴比伦王 这个宁布加尼撒攻陷了 接着呢 这个王呢 就把该国 就是犹太国里面的精英 以及耶和华圣殿里面 王宫的一切宝物呢 一起挪到了这个巴比伦 当时我们的上帝呢 感动那些留存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先知 耶利米发出预言 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要叫七十年之后呢 可以回归 所以你知道吗 回归对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梦寐以求的梦想 是一个最伟大的梦想 但是在残酷的巴比伦的统治之下呢 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是波斯王呢 在公元前五百三十九年的时候 他打败了巴比伦 所以这个时候犹太人的机会来了 所以波斯王呢 他就下招 让许许多多的被挪到巴比伦的那些人呢 回国 包括犹太人 紧接着呢 就是大概有无望的犹太人 在一个领袖叫索罗巴勃人带领之下 就返回到自己的故乡 这是以色拉记所告诉我们的 重建耶路山人 重建圣殿 所以当他们到达犹太地的时候 是那一年的七月 当他们聚集在耶路山人的时候 在领袖索罗巴勃 以及大祭司耶稣亚的领导之下 他们照着摩西斯说的 他们祝堂献祭 他们右手祝彭节 第二年的二月 他们立定殿的根基 所以你知道吗 那些犹太人 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当时呢 那些留在 曾经被挪的时候 留在犹太地的那些犹太人 他们被魂居了 他们无论在信仰上和身份上 被魂居了 这些人就过来 假意说 我也要参与建造圣殿的工作 但是被拒绝之后呢 他们就摆帮的拦阻 并且他们呢 贿赂一些模式 往上奏到波斯王那里 所以回归的犹太人呢 他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 因此呢 他们建殿的热情就消退了 于是呢 重建圣殿的工作 就暂时搁置 这个时候 百姓们 只是建造自己的房屋 种植自己的田地 把耶和华的殿搁置在一边 一停 就停了15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 上帝就吩咐 哈盖以及撒加利亚 这个时候就出现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鼓励百姓们 你们再度起来 建造耶和华的圣殿 你们再度起来 恢复崇拜的生活 他们的信息 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回应 所以你知道吗 24天之后 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 三年半之后 第二圣殿就完成了 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首先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 在挑战中 在安逸里面 他流失了 重建圣殿的热情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贝鲁的生活 是极其痛苦的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 家国情深的问题 贝鲁更是关于信仰的问题 你知道吗 犹太人认为 贝鲁到巴比伦的这件事情 不仅是一个亡国的 一个亡家的 沦落他国的一种苦难 他也不仅仅是经历了 被外邦人死效的一种难康 他更重要的是 他们认为这是信仰上 极大的伤害 他们的圣殿 被拆毁了 他们的耶路撒冷的城墙 被拆毁了 他们所信仰的上帝 被羞辱了 所以你知道吗 在诗篇第137篇 有一段圣经会告诉我们 怎么说的呢 这是犹太人说的 他说我们曾在 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西洋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 那里的流树上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 那些外邦人要我们唱歌 那些抢夺我们的 要我们做了说 给我们唱一首西洋的歌吧 圣经怎么说 他说我们 怎么能够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请用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忘记你 请用我的舌头贴在上塔 你知道吗 从这段圣经里面 这种被掳 对犹太人说是 多么大的一种打击 但是到了公园 主前 公元前的 五百三十六年的时候 终于由犹太人开始回归 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 所以当他们要回归自己的家乡 重建耶路撒冷和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又是多么的高兴 在诗篇第一百二十六篇就记载他们高兴的样子 圣经怎么说呢 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贝罗的带回西洋的时候 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他说我们忙口喜笑 忙口欢呼的时候 外邦人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有欢喜 你知道吗 最后一节经文就是流泪撒肿的 必欢呼收割 就从一百二十六篇 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因此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特别是他们要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 在以色列第三章十字十三节就告诉我们 你知道吗 这些以色列人不仅仅高僧高诈美神 他们更是他们要奠基 要开始的时候 他们更是大声哭泣 圣经怎么说 十二节第三章的十二节说 然而有许多人 即使利位人组长 就是那些建国旧殿的老年人 现在亲眼看见这利这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喊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甚至百姓们不能够分辨 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 因为众人大声呼喊 声音听到远处 各位亲爱的听者们 我读这几节经文 我只想让大家知道 他们的情绪变化 这么的痛苦 这么的高兴 现在正殿了 这么的高兴 但是呢 施工不久 以色列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 他们的工程就受到了邻国 特别是这些 撒玛利亚人的阻碍 再后来呢 他们上告 这个波士 后来波士下来 招令就让停止建殿 他们就怎么样 停止了 一体停了多少年 十五年 那么我们就想 这十五年的时间 犹太人在做什么 为什么一直在建的工程 一停就停了十五年 他们到底有过努力吗 他们到底有过争取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对照 这些犹太人 被罗斯的难过 回归时候的高兴 以及这个 这个定根基时候 要建定时候的欢呼 我们也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就会让他 停止了十五年的实验 他们最起初的那颗 最火热的热心在哪里 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们躲在了自己 无法绑房子里面 第二对四节的圣经会 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 以时候未到 作为停止建殿的理由 从圣经哈盖先知 对以色列的责备的话来看 以色列人在重建圣殿上 停止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说是时候没有到 你看第二节的圣经 怎么说的 他说望君之耶和尔如此说 这百姓建造耶和尔的殿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尔的殿 时候怎么样 尚未来到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这是我们常常 平时我们做 无论什么的教会的事情 或者你个人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的一个理由 就是时间还没有到 好 当时这个理由 有点含糊不够具体 现在我们呢 根据当时代的背景 我现在尝试的把它具体化一点 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啊 可能是他们需要时间 来评估重建圣殿 要花费这么多的潜力和人力 到底值不值得 可能是他们需要时间去验证 重建圣殿 到底是波斯王古列萨的命令呢 还是上帝的意识 他们需要时间 去筹支 可能花费的钱很多 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时间去筹支 或者说 他们虽然重建圣殿 但是现在困难重重 特别是撒玛利亚人 一直给我们找茬 那我们需要时间去平息 这些反对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呢 现在的波斯王怎么样 听了这些恶人的长眼 完了下朝令 不让我们重建圣殿了 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怎么样 去等待 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来的 或者说 那有人可能觉得 从耶路撒冷被回到现在 一共还不到 耶利明先知预员的七十年 所以我们等到七十年之后 因为如果他提前的话 提前十五年正好怎么样 没到七十年了 那我们就等到七十年 我们再见到 是可能理由吗 可能哦 又或者可能有人认为 新的圣殿 你知道吗 根据以希节第四十章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 好像这种圣殿 是突然一神迹其事型的 出现的 可能好像不需要我们这样 辛苦去见 上帝可能会马上怎么样 让圣殿怎么样 从天而降 像圣经里面说 所以我们需要等待 等待奇迹的发生 各位亲爱的丁子妹 可能这些理由都是理由 也可以是葬得住的理由 这些理由是这些理由 让犹太人等待了十五年的时间 所以是这些理由 让犹太人等待十五年时间的时候 他心安理得 但是对不起 上帝不接受这样的理由 圣经第三 是第五节会告诉我们 那时耶和华的话 领导先知哈盖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却住在了天花榜的房屋吗 那时候望君子耶和华 如此说 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找了很多的理由 说时间还没有到 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但是上帝告诉他说 不是的 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 不要找理由了 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 天花榜的房屋原文是遮盖的意思 就是用木榜遮盖的意思 其实哈盖并不是 批批人要住在天花榜的房屋里面 而是责问他们 你既然能够装潢自己的房子 怎么任凭神的殿荒凉呢 你怎么把上帝放在 怎样的位置上呢 所以这里说的是一个 优先次序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说以色列人 不能够盖自己的房子 不是说犹太人 不能够享受安逸的生活 而是要挑战犹太人的价值观 到底是哪个更重要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有人可能会想 那我们是不是扩建了 所以我这样站在那休息 对不起 我必须在这里面 特别说明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将旧约的圣殿 套用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扩堂的事情上 因为旧约的圣殿和现代的教堂不一样 旧约的圣经是 之前是会幕 是上帝临在的地方 是犹太人信仰的全部 或者说可以是认为我们新约当中的教会 但是不能够说是教堂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应用 那就是相对于我们的物质生活 或相对于我们的安逸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信仰应该拥有最优先的地位 阿们 因此 在信仰的优约线上 没有其他任何的理由 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那怎么办 第五第十五节里面 却告诉我们 当这些人 他在享受在安逸在生活 当这些人安逸现状 不想去做的时候 上帝猜了先知哈盖 以及后来的撒加利亚 来告诉他们 对他们进行提醒和鞭策 所以你知道吗 哈盖书一共十二两章的圣经 其实它是由四篇讲章所组成的 第一篇讲章 就是第一章的第一字第十五节 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 先知哈盖勇敢地指出 你们这些百姓拖延见殿是不对的 神的殿荒凉 大家不应该只顾自己的事情 大家要审查自己 而且犹太人开始行动之后 后来哈盖又告诉他们 神必与你们同在 这是他的第一篇信息 第二篇信息在第二章的第一 第九节里面 那犹太人百姓 他们在哈盖被指责之后 第一次被指责之后 第二十四天之后 他们就马上就开始行动了 于是当他们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可能哈盖觉得他们会觉得 比所罗门王当时的第一圣殿 规模要少得多得多 所以哈盖怕他们灰心 尤其是那些建国第一圣殿的人来说 于是再次劝勉他们 他说这一个殿虽然规模小 但是参与做工的人 都要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的神一定使这殿充满了荣耀 因为他要震动万国 送来珍宝来 那第三篇讲章 是再过了两个月之后 哈盖就警告这些百姓们 你不能够因为挨着圣物 就觉得是为圣了 不要以为参与了福士 张了一点边就会可以成圣了 而是要完全的归于上帝 并且警告 污秽是很容易感染的 因此特别的小心 而第四篇讲章是什么的 信息是第二章的二十至二十三节 那一年是九月也是同一天 那上帝的话再次临到哈盖 告诉他说 我们的神要震动天地 轻抚列国的宝座 除面列邦的势力 就要以索罗巴伯为证 上帝对索罗巴伯说 上帝简学了你 正是因为这样的先知的鞭挞和提醒 圣殿后来终于 在大刘士王第六年的时候 十二月三号 就是以色拉记的第六章 十五至十四至十五节里面 所记载的 他们一共花了三年半的时间 就建成了 也就是他们一直不见不见 贴脱了什么多少年 十五年 后来一被骂 后来三年半就建成了 你说该不该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犹太人是需要来自上帝 话语的提醒和鞭挫的 所以在哈盖书里面 你知道吗 有一节经文是常常出现 一共出现了五次 有一句话 就是你们要审查 你们要审查自己 是这篇书里面的一个片语 是这篇书里面的一个特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审查有些时候 叫做追想的意思 那有两次呢 甚至原文里面加重语气 可以说请你们审查自己 请你们审查自己的行为 请你们把你的心 放在自己做事的方式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节经文就是有责备的意思 就是有警告的意思 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 第十三节的时候 你知道当以色列人 开始重建圣殿的时候 这个时候上帝又对他们说了 上帝告诉我们说 上帝必与你同在 所以这句话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对以色列人 是一个无比的定心王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确实是需要鼓励和力量的 所以你知道吗 先知对他们不仅有鞭策 不仅有提醒 也鼓励他们 耶和华与你怎么样 同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这段的经文 现在呢 针对这段经文 我们谈应用 我们有什么要得着信息 我一共谈三方面 第一 我们起初的热情 可能会在挑战和安逸当中 悄然消失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当刑察自己 我们是否 失落了最起初的热情 很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 都是非常活乐的 我很想问大家 你们中间 有谁会觉得 过去刚刚信主的时候 比现在更活乐 请你举手 过去比现在更加的活乐 你们都觉得 现在很活乐的状态吗 没有人举手 所以大家是 现在是最活乐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指责 提醒了 我告诉你 大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见的 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刚刚受习的人 刚刚参与服饰的人 他们很有活乐的心 但是后来呢 后来呢 我们有句话叫 老信徒怎么样 都要老油条了 在我们文章叫 老信徒 脾性的会越来越厚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确确实实是 时间 以及在这个时间过程里面 所可能遇见的信仰挑战和挣扎 会慢慢地磨失掉 我们信仰的激情 所以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 光性地看着灵修乐 光性地做礼拜 光性地说着属灵的话语 为什么来教会 因为这是美国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来教会 因为在教会里面 可以遇见很多讲华语的人 我们却失去了 最起初被耶稣基督 丁实价所激励 所得到的 那个信仰热情 我们在侍奉上也是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防徐你自己 你回顾自己当初 参与教会服事的那个火热 是否在挑战和安逸里面 逐渐地消失呢 我告诉你 在侍奉当中 我们最常见的逻辑是这样的 侍奉就会遇见怎么样 挑战 你信仰 别人叫你侍奉 侍奉就遇见挑战 又挑战就怎么样 容易受伤 一受伤就怎么样 又回到自己天荒宝的房屋里面 真的 服事的人就特别容易受伤 我们都是说 容易受伤的人是谁 就是服事受伤 服事的人 服事国效很好 特别是别人对你的服事 很有肯定的时候 你就服事得很开心 如果你自己没有看见服事 特别是你服事的时候 甚至别人对你怎么样 对你的服事产生批评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自怜 你就想放弃 确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以前你觉得服事上帝是很伟大的 但是时间 可能会让你非伟大化 我们的使命 以前你觉得在教会里面 为主做梦 为主来梦想的时候 这是很伟大的 但是时间 把我们的理想 给平常化了 安逸和挑战 更是消磨着我们服事的意志 让我们安逸现状 而不敢去面对新的挑战 求上帝能够特别记得 这些信息来鞭插我们 不忘初心 保持最火热的 一个服事上帝的心 阿们 第二 我们会为自己的安逸现状 寻找心安理得的理由 你知道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 往往不是我们的软弱 而是逃避我们的软弱 一般情况 我们不大会承认自己是安逸现状的 我们不大会承认自己是懒惰的 我们不大会承认自己是怕 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害怕 面对新的挑战的 我们就像犹太人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如果问你 问你在做丁子妹 问你在信仰和服事上 你不如过去吗 我们马上会回答说 有很多的理由 为什么我会这样 所以我们为着我们逐渐消失的 这种热情 找了很多的 一个借口和理由 为什么不来教会崇拜 很多的理由是什么 不是我不来 只是因为怎么样 有很多客观的原因 这些客观有为什么呢 他说有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教会的服事 像我 包括我也一样 会邀请丁子妹去服事 邀请丁子妹参加一些聚会 很多人会告诉你 很多很多的客观理由 说完了 我都感觉好内疚 你确实很多的理由 你不该来服事 你不该来教会 各位亲爱的丁姐妹们 说实话 我有些时候 很想给大家分享 我在国内所看见的 那些教会的 那些弟兄姐妹 特别是农村的 那些弟兄姐妹 他们在服事上 所摆上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我也一直不敢讲 因为我知道 当我讲来的时候 有人会说 拜托这是美国 不一样的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不起 照着哈盖的逻辑 上帝说 不要再找借口了 是你的优先次序 出了问题 所以第四节怎么说 这个店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住在 天花坡的房屋吧 你知道吗 这一个代名词 这个你们 在希伯来文当中 是重复使用的 就是为了加强 这个渔气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的呢 这店仍然荒凉 你们 对 我说的就是你们 还住在天花坡的房屋 在这里面吗 这个店仍然荒凉 你们 对 说的就是你们 还以你自己的事业 为你自己的家庭 为第一优先吗 这个店仍然荒凉 你们 就是你们 还以你的旅游 你的娱乐 为第一优先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有很多 不来教会聚会的旅游 这个教会的招待不够热情 聚会时间太长了 讲到讲到不够好 唱诗歌太梦了 不够活泼 都是理由 今天记得哈盖 告诉我们 不要再找理由了 是你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 你应该 省察自己的行为 各位亲爱的参与教会服侍的同工 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不想参与更多教会的服侍 总是推脱教会的服侍 我们也有很多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是什么 太忙了 或者说发现教会呢 在教会里面 服侍越来越多的时候 麻烦越多 完了在服侍的事情上呢 好像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 就在哈盖书来提醒我们 不要再找理由了 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 我们应该 省察我们的行为 阿们 这节经文也在提醒我 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 我讲到的每一篇信息 首先是对我自己讲的 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 我会常常哭的 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 常常一夜睡不着觉的 不是我临时报复觉 没有时间我写 不是 是因为我在预备的过程里面 我的情绪投入太多了 我觉得这是对我讲话 有些时候很兴奋 有些时候非常难过 这是对我讲的 今天我同样记得这篇信息 对在座的 所有的服侍的人讲 包括牧师 包括执事 包括理事同工们 我们是否在策划教会的发展上 我们是否对教会人才的培育上 我们喜欢安逸现状 我们不想突破 我们不敢突破 我们宁愿活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我们甚至为自己的安逸现状 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段经文提醒我 也提醒所有的同工们 可能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出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 说到教会的发展 白沃拉有个教授 他有一本书 他是专门研究教务 领导和教会增长的 他研究过 美国53个不同的中派里面 500间教会 他在一本书里面 他怎么提出 教会增长的9个原则 我比较喜欢看到他里面书当中 一些比较有意识的 一个统计数字 他说在北美的教会里面 他说如果这个教会 只有27%以下的信徒 参与服侍的话 这个教会一定会衰退的 只有当这个教会 55%以上的信徒 参加教会服侍的话 这个教会才能够出现增长 否则的话 他会停滞甚至衰退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 到底有多少人 参加个服侍 当时我盼望你是一个 愿意服侍上帝的人 另外一项统计 他说到北美教会里面的 生命周期 他说很多教会 都会经历四个时期 第一个是增长期 在教会开创的前15年 到20年之间 这个教会是最有活力的 印象目的非常的清楚 弟兄姐妹很同心 服侍依赖大家愿意服侍 但是那个时候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结构呢 组织结构比较简单 所以做决定有自发性的 能够灵活性的 大家能够参与服侍的 但是到了20年之后 高峰期 这个时候教会达到最高 但是呢 度过40年之后 他说有降落期 他说本来原来教会的 意想和实名被遗忘了 士气下降了 参与教会服侍的人 也越来越少 而教会的行政 就变得越来越光了化 所以教会呢 不再去做开拓的事情 而是把重点维持 怎么个维持好 保养好原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教会开会 不是为了发展 而是怎么一个维持现状 完了他调查显示是说 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 他就会进入第四结束期 这是他们的统计数字 你可以说它是不准确 但是他们针对一些 教会的一些统计数字 40年 我们教会是多少年了 没到40年 感谢赞美主 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接受哈盖的提醒 阿们 不忘初心 保持最开始的火热 第三 我们要被提醒和鞭策 去省察自己 而重新得力 感谢主 当以色列人 在安语现状的时候 在自己的 天和爸爸的房屋里面 享受安语 忘记了重建圣殿的时候 上帝借着先知哈盖 发出指责和提醒 你知道吗 被指责的之后呢 我说了 24天马上就开始重建圣殿了 这些困难马上都可以突破了 完了三年半之后怎么样 圣殿就建成了 所以他们很需要被骂 上周是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 我就问 因为旧约圣经里面 军王都会常常有先知骂他的 完了我就对弟兄姊妹说 你们喜欢被骂吗 大家都说不喜欢 但是说你需不需要被骂 大家都说很需要 弟兄姊妹 你需不需要被骂 你需不需要被鞭策 你需不需要被提醒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会借着圣经的话语 来提醒我们 虽然先知不在我们中间了 但是上帝会透过不同的人 不同的事来感动我们 来提醒我们 问题就是 这些提醒 这些感动 这些鞭策 这些提醒 可能不会让我们感觉舒服的 那我们问题就是 是否愿意敞开自己的心 愿意接受提醒 接受鞭策 又或者我们要活在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当中 拒绝一切的提醒和鞭策 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好了 我不需要鞭策 不需要提醒了 上帝记得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当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 上帝会透过他的话 对我们进行鞭策和提醒 当我们主日崇拜 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或者在我们 这个团契彼此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对你进行鞭策和提醒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一些 属灵书籍的时候 或者参加一些特会的时候 有没有领受上帝对你的 对你的鞭策和提醒 又或者 我们躲避学习的机会 我们不参加团契生活 我们不参加这些什么培训 我们只接受我跟我想法一样的语言 过露一切跟我不一样的语言 真的上帝对我们的提醒 无所不在 上上次的周上祷告会的上个月 不是这个月 上次周上祷告会的时候 有个弟兄 盐盐弟兄坐在我的旁边 他做祷告的时候 他说上帝求你能够赦免我 他说觉得自己 跟过去相比 现在的服饰不够热情 投入的不够多 你知道他做完祷告的时候 这就是对我的鞭策和提醒 我就想到我过去的服饰 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亏欠 我说上帝啊 我也一样 我也悔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上帝对你的鞭策和提醒 无所不在 让我们谦卑地 来到上帝的面前 对不起 请允许我再大当一点好不好 说出我的观察 你知道我过去 在国内服饰的时候 有一本属灵收集的时候 我们都高兴的 往上都睡不着觉的 那时候在公共没有买到 我们都是海外的人背过来的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20000 那时候很少人又去香港 我去香港的唯一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 就是买属灵书籍 所以我买过来的时候 被海关给抓了 后来我们怎么办 重新过一遍 因为他被抓不扣留着 你回去香港 他会还给你 所以我们再走一遍 提得出再走一遍 这个时候没被抓 我们感谢咱们就提回来了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外面聚会的时候 他说要抓我 你知道吗 我们第一件事情 想到我家里的书籍 千万不要被操了 所以叫几个弟兄 回到我家 把书籍都给帮 帮走 帮得好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很想长进 我们很想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鞭挞 我们需要被鞭挞 我们过去 我去过韩国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 不是旅游 就是为了 也不是买韩货 就是为了想参观教会 得一些学习 现在也是教会的 一些温州的弟兄姊妹 他们去韩国 去香港 包括去新加坡 现在很多人去美国 刚刚过去去年 就有好几批温州的床道人 和那些基督徒商人 在美国去学习 有个正好在那个 Vanais的 那个Church on the Way 他们在那边学习 为什么 他们花钱 自己自费的花钱 为什么 是想要学习 他们不想安于现状 因为国内以前的教会 太过封闭了 我想学习 我想长进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美国的 华人教会呢 我们有图书馆 你很容易买到书的 我们到处是关于 神学 圣乐 组长培训的讲座和课程 我们教会 甚至设立了预算 要资助这些人 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 教会资助你 但是很少人报名 很少人愿意 我亲爱的同工们 你对教会的发展 到底了解多少 你对美国现在华人教会了解状况 到底有多少 我们是否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 去接受鞭策 接受学习 不想安于现状 再成长一点 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教会的教母 职事 理事 主学老师 团企 主席 还有我们 一些服侍者 我们有一天的退休会 我们不在自己的教会 去年我们在 Arcadia的进行会 今年我们去西区 华人进行教会聚会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安排 我们的主持人目的是 不仅仅让我们能够学习到 我们也能够开阔我们的誓言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做的 说实话 前几天牧师 我们几个床道人 一起去先去看 我回来的时候 我以前去过的 我过去过看过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学习的 但是这次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 我正好还是很大 我们需要有这种机会 让我们成长 我盼望 如果你接到邀请的人 你要参加 为主的缘故 并且我们教母 我们现在也在 也在每一天 我们现在用的是 四经讲道法 牧师去年带着我们 所有的教母 去参加一个 四经讲道法的workshop 我们只想更严谨的方式和应用 盼望在讲台上 能够给弟兄姊妹 更多的来自上帝的 鞭策和提醒 我们教母 每一天晚上供应这些灵修 你知道吗 我们的灵修 跟很多的灵修不一样 我们不仅仅 不是谈自己的感想 我们前面一定有一段 很严谨的试经 为什么 只是为了让我们 在灵修的时候 能够得到来自上帝 话语的提醒和鞭策 现在教母正在 拟一份 属灵书籍的书单 我们会推荐一些好的书籍 我们盼望 鼓励弟兄姊妹 在这种属灵的书籍里面 得到提醒和鞭策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求上帝能够特别地祝福我们 让我们谈卑 让我们提供自己机会 接受鞭策 接受提醒 不要觉得 我们的过去经验很好了 不要觉得 我们的认知是最完美了 前几天我转一篇文章 它叫海归基督徒高流失的原因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在美国受洗回国的 这些基督徒 流失率非常非常高 有个统治数字 百分之七八十 称之更多 流失率 就十个人在我们教会受洗的 有七八个人回国之后 就不会去教会了 说实话 这个作者就直接抵触 他说流失率 这么高是一个事实 原因是什么 海外教会要负起大部分的责任 因为很多海外的教会 根本没有把真的福音种子 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当然他也提到 国内的教会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国内的教会 他说简单粗暴 牧羊上 说实话 我看了这份经文 我是做海外的这些 留学生事工的人 我看了不舒服的 但是我就觉得 我们需要被提醒 所以我把它转到 国情的同工群里面 找到不爱团气的 同工群里面说 我只是弟兄弟 姊妹们 我们开放自己的心 愿意被接踏 被鞭踏 鞭撤 愿意被提醒 好使我们回到 那一个最起初的火热 阿们 神的殿荒凉 不要再等待了 不要再找借口了 不要再拖延了 不要再安于现状了 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 接受神对我们的提醒和鞭撤 记得讲台信息 查经 你个人的读经 你的祷告分享 也记得属灵书记 也记得一些特会的机会 接受上帝对我们的呼召 起来建造 保持最起初的火热 保持上帝最起初 所带给你的感动 阿们 我们祷告 我现在奉着的名呼召 听了今天的信息 你承认 相比过去 我软弱了 如果是的话 但是今天你愿意 得到这话语的提醒 你也愿意 以后敞开自己的心 接受上帝在各方面所带给你的提醒和鞭撤的话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愿意接受上帝的鞭撤 上帝的提醒 你愿意重新 得到那个最起初的火热的话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听父母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一个软弱的罪人 而且我们很呆惰 谢谢你总是爱我们 就像你爱这些以色列人一样 十五年了已经够了 所以你借着先知来鞭撤他们 来提醒他们 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也求你能够来鞭撤我们 来提醒我们 让我们得到那个最起初的火热 谢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